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会来这里呢 你就这么走了 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你一点感情都不念 你就这么走了 你这个女人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走了你还骂我 你等着 瑶瑶 你为什么要走 还是你真的以为我跟仙月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在腰王谷看见了什么 但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为什么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为什么 你就这么走了 瑶瑶你知道吗 你把我的全部思念都带走了 没有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每天都处在无所事事当中 没有你 我该干些什么 我的生活全乱套了 什么灵珠 什么女娃神卷 这些对我都不重要 我只希望你回来 算你有良心 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脾气不好 有时候 可是 可是 我这次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做错什么了 好 你说我做错了 非要让我给你道歉 你受伤了我道歉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可惜你已经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才道歉 瑶瑶 你回来吧 只要你回来 我再也不会跟你斗气了 只要你能回到我的身边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我不管你有没有听到 我今天讲的话 但以后我天天在这里等你 你一天不回来 我就等你一天 你一年不回来 我就等你一年 你十年不回来 我就等你十年 总之我会一直等下去 瑶瑶 我不能在这边久留了 门口有两个守卫 我骗了他们 如果他们发现我骗了他们 他们会回来找我的麻烦呢 这样吧 我明天再到这里来等你 我明天再到这里来等你 啊 不对啊 他明天还会来 那我就假装回来 拿东西出现在他面前 吓他一跳 然后等他苦苦地求我跟他回家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惹我生气 太好了 我丁瑶啊 真是太聪明了 要回家了 大祭司 你不好好守着古墓 来这干什么 问天跟我们说大祭司传我 我哪有传过你们 我如果传你们的话 又怎么会派问天去 这是怎么回事 前两天听秦骗我们 今天问天又骗我们 听秦骗你们 是的 大祭司 前两天 听秦带着丁瑶 前来古墓把我们支开了 后来就听秦出来了 丁瑶一直没有出来 继续说 今天 听秦带着石盒进了古墓 好像是给什么人送饭 没你事了 你下去吧 是 一整天干吗去了 一整天干吗去了 你干吗 我 我出去走一走 走走啊 走到了古墓没有 你怎么知道 木连你跟踪我 谁跟踪你啊 傻子都知道你去古墓了 你凭什么说我去古墓了 再说了 你看见了 我为什么要去古墓 哎 你就别装了 你去接瑶瑶 也不是丢人的事 哎哎哎哎 谁去接她了 我为什么要去接她 你想她了啊 相思是人之常情 很正常 我想她 拜托谁想她了 好吧 那你说 你去哪儿了 我屋里闷 我出去溜达怎么了 溜达 溜达一整天啊 不行啊 我就是喜欢溜达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我吃完饭 我还要出去溜达 口不对心 看你能撑多久 你怎么回事